这个当街奥利基的男人叫东九 即使被熊孩子欺负 他也只知道傻笑 看样子是个十足的傻子 但他却有着另一个身份 原来东九是北朝鲜 编号5446部队的五星组组长 而组长都是万里挑一的顶级特工 两年前 东九来到了村子 被一个杂货店大妈好心收留 而东九的任务是伪装成一个傻子 为了让大家相信他是个傻子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 就是将自己的鼻涕喷出 再从楼梯上滚下去 并一年之际只穿一身绿色运服 等待上级任务的东九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两年 两年时间 东九已经完全成为这里的一份子 还喜欢上了自己的女神 丹丹 每次都会偷偷地看他 而被女神的弟弟打 心里默念 哪天回国一定要他好看 东九为了彻底让人们相信自己是真傻 每六个月还为当机奥利给一次 而这次很不幸的是 恰好被自己的女神看到 在这个村子 只有一人知道东九的真实身份 就是同样身为卧底的快递书 两人都无死不在地等着 上级给自己下达任务 而快递书更惨 等了足足十六年 生意组织已经忘了自己 杂货店大妈有个儿子 三人三岁却一事无成 东九对他是一脸嫌弃 他看到东九被欺负 居然想教东九大家来保护自己 直到这天 东九陪着杂货店儿子给邻居送货 得知邻居家新搬了一个族客 而这个猪客彻底打破了东九现在的生活 两年没接到任务的他 生活虽然安逸 但并没有变得懒散 每天晚上都会偷偷锻炼身体 直到这天晚上 邻居家的猪客出现 改变了他的生活 两人刚一见面 原来此人名叫黄毛 是一名将军的师生子 也被派来村子当卧底 好奇他得到什么任务的东九 对黄毛一路跟踪 原来他的任务也同样奇葩 是成为一名摇滚歌手 无音不全的他 让东九那时孤笑不得 这天晚上 只听外面有敲门声 门口在一小孩 原来小孩的哥哥丢失 要求东九帮忙寻找 身为职业卧底的东九 拿出了他看家的本领 三十分이 안 남았군 小孩好奇也模仿着东九 通过东九惊人的观察能力 很快地找到了小孩的哥哥 原来哥哥只是贪吃 跑到邻居家馋醉而已 过了一段时间 村里又转来一个高中生 这人正是五星组的现任组长 而这人小时候 曾被东九救过一命 他的任务而是监督东九和黄毛 有没有好好执行任务 在这次邻居聚餐中 天不怕地不怕的东九 看到眼前温馨的场景 心里却出现一种恐惧 他怕这种朴实温馨的生活 会离他而去 果然没多久 他心中惧怕的事情还是来了 当天下午 所有的卧底都收到了同一条信息 你能想象吗 这样一个为部队无私奉献 伪装成傻子当卧底 每天从楼梯摔下至少三次 被小孩子欺负也只能傻笑 面对着女神当街凹力给的东九 却收到了上级让他自杀的短信 会是什么感受吗 这天 东九绝地不再装傻 剪去自己乱糟糟的长发 以正常的人的模样 向村里的人告别 杂货店大妈强忍泪水 寂静无声 而这一次分别 便是踊跃 不放心母亲的东九 临死之前 找到自己的教官 只想确认一件事 如果自己自杀 父母是否可以继续受到国家照顾 而教官却无心回答 只想快速处施东九 还好黄毛的及时出现 才拯救了东九 带着东九 来到一栋废弃的大楼 见到了失踪已久的快递书 东九悬为快递书同样的问题 知到真相的东九 重新振作了起来 搀扶着黄毛来到了天台 紧跟着教官的大部队也冲了上来 准备摘炒出羹 队中现任五星组组长赶到 拯救了东九二人 但教官却拉响了手蕾 想要所有人陪葬 黄毛一笑 说道 随即抱着教官 从天台跳下同归于尽 悲伤的东九 偶然看到炸火店大妈给东九的存折 存折上记录着东九的工钱 一开始村子上写着东九的名字 慢慢到了后面 他的名字变成了小儿子 被祖国抛弃的东九 却被敌国大妈当成亲人 敌国的枪声响起 东九抱着现任五星组组长 从天台上重重摔下 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 而村子里 大妈因为下雨 还在担心东九是否带闪 她的雨神和弟弟 还有经常欺负她的两个孩子 也在思念着东九 东九虽然是村子里的过客 但她给村子带来了快乐 让人们难以遗忘 关注琪琪 带你看更多精彩电影